刑事局日前侦破一件跨国诈领健保费案 坐月子中心涉嫌招揽千名孕妇赴美生产并诈领健保 对此美国洛杉矶名律师刘龙珠表示 华人赴美生产风气盛行 到美国生小孩行为本身是合法的 但入境时必须诚实报告 他还向联邦检察官李尔求证 他很明确向我表示说 我们欢迎你们来美国生小孩 那么我们有的问题就是签证欺诈 还有健保欺诈 为什么你来西亚洲 在西亚洲睡眠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爱这个电影 我爱它 刘律师说 孕妇赴美生产可申请观光签证 明确告诉签证官目的 否则可能涉及诈期 最高星期15年得不偿失 他们申请观光签证的时候 如果不诚实向签证官表示 我是需要到美国生小孩的 不是旅游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被检控签证诈欺的风险 刘律师也说 在美国和孕妇合作 出示甲正名诈领健保的医生 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那么这些美国医生 这些美国医院 也会涉及健保诈欺 那么他们有可能面临10年的老险 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不能为了25000块的 这个额外的这样一个津贴 然后呢 来坐牢坐25年 这个非常不值得 对不起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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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